这两天大家一股杀疯了 据说最近买股票的四个人都在挣钱 四天时间人均赚了4.7万 大家挣钱没有 然后有朋友问我说 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我说我怎么看不重要 因为我没有在股市里面赚过钱 你真想赚钱的话 你主要得看看在股市里面曾经赚到过 或者说老赚到钱的那帮人 怎么看 巴菲特算炒股界的权威人物了吧 对不对 长生将军一样的存在 我看过此人的这个传记 既不了解他的这个炒股路数 如果说是老八面对今天的这个A股市场的话 我估计他首先会采用的一种心态 就是你们越亢奋 我越冷静 对不对 甚至按他的这个风格的话 大盘暴涨暴跌 倒不是他买股票的这个 第一个考虑的这个原因之一 他第一个考虑 永远是你这家企业的这个盈利能力 好不好 未来有没有希望 这个是核心 他主要就看两个核心指标 一个是ROE 净资产收益率 二一个的话就是PE 市盈率 这两个概念的话 我不科普 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查 你要炒股的话 这两个概念你要搞搞清楚 然后要买入一个公司股票之前的话 自己先去 这个根据公司的财报算一算这个东西 或者说让你的这个投资顾问去算一算 或者说查一查相关资料 这个很重要 我从巴菲特这边学到的一个 宝贵的这个投资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做投资的话 其实永远是算法大于你的想法 就你投资股票也好 买房也好 其实你是需要看一些核心的这个数据指标 并按一定的这个模型 进行科学计算呢 算完之后 如果说觉得合适的话 你基本上就可以在这个记录上来做决策 里面买股票 你把这个ROE跟PE一定要算得清楚 买房的话 你把那个租售比 租稀比 租税比 这个三个数据的话 你一定得搞清楚 数据在多少的时候你可以买 数据在多少的时候可以卖 多少的时候坚决卖 多少的时候 哪怕我砸过卖铁 我都要买两套 这里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道理可循的 拿买房来讲好了 人这一辈子啊 其实有三次会经历最佳的买卖期 你抓住一次的话 人生就平稳 抓住两次的话 你啥都不干 你现在就可以考虑退休了 你三次都被你抓住的话 你光靠买房 你不光这辈子对自己就有个交代了 你对底下的这个子女后代 你都有交代了 有的已经掌握了在门道跟方法的人了 其实他就能够次次都能抓住啊 甚至至至少能够抓住一到两次嘛 而有的人呢 他买房来嘛 次次错过 次次陷在这个坑里面 区别在哪里 除去一些运气成分之外啊 多数就是因为有些人 他掌握了事情内在的一些规律嘛 看透了本质嘛 用算法帮助自己抓住了机会嘛 股市的这个本质在我看来的话 它就不是外界政策的这个影响 我的这个看法 接近巴菲特 大环境就整体经济的好坏 小环境就是看公司整体的这个经营程度嘛 或者公司本身的这个价值嘛 如果说我们中国整体经济很好 每年都依然还是在8%的这个增长速度的 对不对 公司这边的话呢 有一些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好的 别人没有 但我们有的这个产业 或者说哪怕别人有 但是我们发展的更稳更好 外资确实也因为我们得天独厚的这个技术 或离不开的这个生产环境 源源不断的投到中国的投资 来生产 来跟我们做生意 那股市坏不了的 一定坏不了的 整体就吸引一样容嘛 反之的话 你这个股市相对也就好不起来 哪怕好也就好那么一段段 真正要好起来的话 你还是通过金融政策财政政策 你得把底层的这个动能给它拉起来 形成一个正性循环 这样才可以嘛 但没有底层的这个动能循环 良性循环没有起来之前的话 你靠那个政策 是吧 拉动起来的这个好了 它还不算是本质的好 那我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之后 好了 你的这个投资策略是不是很清楚了 如果说你只需要做短期的 这个投资或者说投机的 那你可以进啊 你什么时候奖金都可以的 你甚至你都不用想着什么时候进 你主要是想着什么时候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如果说你想长期持有的话呢 你还得看一下大环境 尤其是要回归到巴菲特的第一原则 就是看你投的这一只股票 这个企业本身 现在未来有多大的价值 是吧 价值高 你投发展潜力不行 不健康不投 就这么简单 具体怎么样评价 这个企业价值的高低跟好坏 还是那句话 用算法 这个一只相对 加 General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